吉姆和斯蒂夫 抵達了這個國家 抵達了這個國家 他們發現加上他們兩個人 只有20個工人 在這個擁有2000萬人口的民族群體中做工 吉姆和斯蒂夫抵達了這個國家 這顯出了一個問題 於是吉姆和斯蒂夫一起禱告 在禱告中他們產生了與他人一起合作的想法 一些工人非常認同這個想法 但是也有一些人太忙或者不敢這麼做 來自兩個機構的三位同工進行了第一次的會面 在第一次會面中 他們確立了目標 建立了彼此間的信任 慶祝了取得的成功 並討論了面臨的挑戰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 每一次的會面都在不斷累積動力 更多的機構加入到了會面當中 經過多次的會面後 大家決定開展一系列的合作的事工 工人們從之前住的城市搬到了一些重要的鄉村地區 甚至開始一起合作 向他們的朋友分享福音 一個本土化的教會產生了 將所有帶導事項匯集起來 他們各自家鄉的母會 開始為這些事項禱告 並且拆派短宣隊來協助 把創造世界到耶穌基督的故事翻譯出來 並錄製了一系列口頭講述的聖經故事 由當地信徒來決定 一些關鍵術語和文化概念的翻譯 他們第一次學習用自己的語言來讀寫 民族音樂學家對於夥伴關係的產生非常興奮 也願意來幫忙 第一次創作了當地語的讚美詩 一個媒體事工團隊也加入進來 創作了當地四種語言的一個福音話劇 話劇裡面用動畫的方式傳講了福音 結果,很多不認知的人也聽到了並明白了福音 當然,這有許多的挑戰 但是這樣的會面還是在愛與關係中持續不斷的增加 在工人們自己的國家之間 開始舉行全國性的會面討論和夥伴關係 本土和海外的教會開始協同合作 當地信徒組建的福音隊 抓住了教會職堂運動的意象 教會的領導權轉交到了當地領袖們的手中 怎樣才能在你的地區得到那些慰籍之名呢? 透過工廠合作 我們看到教會與工人得以有更大程度的參與 為傳福音提供更多的支援 並且不斷產生更多的本土領導力 大使命是如此之艱巨 並且如此之重要 沒有任何人和機構是可以單獨完成的 我愛你 在你的地區